我們馬上來看一下 剛剛有考驗一下大家對不對 我剛剛有把那個統計資料開放了 你只要重新整理一下這個頁面 你按一下這個進度你就會看到 剛剛我們問一下各位一個問題對不對 好 你看這麼多同學已經回答完了 有沒有 好 我們來看看 有回答不代表正確嗎 只是代表有交卷而已 來 很顯然 大家都沒有很信任老師有沒有 你們怎麼可以這樣子呢 我剛剛很忙耶 所以 這個一定是錯的嘛 對不對 再來 比較刺多的也不一定是對的啊 對啊 因為 只有這些同學才可以回家嘛 只有這些人才答對 我們剛剛有看到齁 你看我們一般youtuber的影片 各位你們可能平常比較少去特別注意到 沒有錯那個畫 畫質數字越高確實代表有沒有品質越好嘛 可是 他 到底是寬度還是高度 平常各位沒有特別去留意到齁 比如說你看這個 這是啾啾寫的 廣告不是齁 跟他沒關係 好 OK 進來了 那你看這邊 點開 點開 對不對 那麼你可以發現呢 我們在這裡 這個我剛剛講是高度 為什麼我要先 跟各位講一下這一題 因為 你今天這邊要錄影片 要做教學嘛 影片很重要啊 對不對 所以你要先有什麼 基本常識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邊 如果你從這個 我們就從這個開始齁齁齁齁 這個是640×360 這個是一般大家最常在網頁上的文章 看到人家的那個size 當然還有再小一點 這個是720x480 也就是平常各位所聽到的DVD的品質 在網上有沒有發現後面就有個HDL 表示高畫質 那麼這個是1280x720 再網上這個是1920x720 有沒有發現很多你的電腦是這個解析度 螢幕的解析度就是這個 那一般來說我們在教學影片上面 比較常用到的會是以這兩個為主 就是上面HD的 因為現在DVD稍微就小一點 就是如果您要做影片的話 至少這兩個在所有的裝置上看起來會比較OK一點 比較不會覺得太小 檔案呢請問有沒有高於1080以上的 當然有啊 有2K 4K最高到哪有8K 但是我必須告訴各位 真的再上去的檔案就很大 就會差很多 就會差很多 所以這樣有沒有比較清楚了 你一定要先了解這個影片的尺寸 就是原則上我們在做的時候 盡可能是什麼 以標準的影片尺寸為主 如果你不是標準的 也可以上傳 但是怎麼樣 可能是上下或左右會變黑的 對不對 因為他就不是等比例嘛 那他就只好用等比例方式幫你做縮放 就沒有辦法把整個畫面填滿 這樣有了解意思 這個是為什麼我們要特別跟各位分享一下這一題的 謝謝 謝謝